淡水淡金路中正东路口往淡水市区的方向 机车都必须要经过台二线机车专用到地下道 不过地下道已经12年没有整修照明不足 路面破损标示不清等问题 所以立委吕孙玲就会同了交通部公路总局 市府交通局等相关单位现场会刊 并且要求公路总局要改善 位于淡水淡金路中正东路口往淡水市区方向 机车都必须经过台二线机车专用地下道 不过因为进入地下道前的指示标志 以及路线划设不清 不时会发生弃机车交错 险向还生 加上进到地下道后会有盲弯造成视线死角 若是地下道内发生交通事故 恐怕会导致追撞发生意外 为此立委吕孙玲 日前更会同了交通部公路总局 新北市交通局以及警察局 去公屋所里长到现场会刊 通往淡水市区的机车地下道 那过去一直都有发生这个事故的状况 那所以呢我今天也邀请了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相关单位 还有邀请了这个淡水分局一起来现场会刊 那发现了这个通往淡水的这个机车下地下道 已经有12年没有整修 所以呢我也要求公路总局针对这个部分 要赶快来做修缮让民众能够有一个好的道路 安全的道路能够行驶 立委吕孙玲表示为了机车提蓄的安全 要求公路总局研溢地下道路口前 划设高防滑系数的专用蓝色铺面 并且夹设地下道的灯光 另外针对地下道已经将近有12年没有整修 也请公路总局针对地下道路面重新铺设 弯道增加反光导引板 漏水避癌防漏整治 水沟盖破损等部分竞速进行改善作业 另外针对整个机卖车道里面的设施 有关于我们A4A的铺面的复旧 依据它两个月内会做会完成 那隧道内有些比较趋黑或是反光标志 需要更新部分我们一样两个月内会办理完成 公路总局一公所这边也会设立CCTV 做24小时的监控 避免是用路人发生危害的时候 我们会做立即即处置 其实目前交通量的状况还是一样非常的大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暂时 还没有把它废弃这个机卖车道的存在 但是后续假如说有些淡江大桥 或是有些淡北道路就是开通之后 假如这边车的量变少的状况下 我们也不排除考虑把那个就是机卖车 这个地下道能够做一个 就是让它也很像退役的那种状况 面对这一处的机车地下道 不少机车其实认为既然这么危险是否能够废除 但公路总局认为这个路口车流量大 汽机车分流有其必要 要得等到淡江大桥或者是淡北道路完成之后 车流量减少才可以考虑废除此地下道 而另外针对未来这几项地下道的安全改善 立委也要求重新就整体的主干道交通路牌以及号制 完成通盘检讨以及相关措施 维护右路人的通行安全以及行车顺畅 记者许端一带出采访报道